這是不是故事? 這是一個故事 易經不是講哲學 我覺得大部分人搞錯了 易經是可以講哲學 但是它的來源不是哲學 它的來源是歷史 所以這句話一講 已經有一大半的人要打我了 因為一大半的人就是拿易經來講哲學的 沒有關係我們繼續講下去 那麼這一個掛 其實 跟聖經的故事很有關聯 這個密碼在什麼地方 你說我們要看一本書 或者說看一篇文章 對了 我是把易經的一個掛 當作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就只有這六句話 這六句話 就寫完了一篇文章 然後最後有一句話 就是它的掛詞 來作為一個結論 每一個掛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章法寫出來的 那我請問大家 那我請問大家 這一篇文章 在寫什麼 好 那我把我的理解 講出來 他講的是 出外籍記 摩西的故事 我把摩西的故事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先不要看易經 放到一篇句 我把摩西的故事講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這兩個之間有什麼對應 以色列人 從遠古講起了 以色列人 這個時候 他有個小兒子 叫約瑟 就帶他們進了埃及 然後過了四百多年 那個時候的埃及法老王 就壓迫這個民族 我們應該有看過電影 摩西十戒這個電影 或者說最近有一個埃及王子 也是同樣的故事 這個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 他怎麼壓迫呢 所有以色列出生的男孩 要丟到水裡面淹死 所以那一代沒有以色列的年輕人 這個摩西就是那時候出生了 他媽媽把他藏起來 長了三個月 長不住了 因為他會哭 所以呢 就用一個 蘆葦草編的一個籃子 上面抹上一些石油之類的東西 瀕青之類的 就放在水裡面 所以他飄飄 後來飄哪去了 王冬 王冬去了 被法老的女兒 撿走了 所以他後來就成了 埃及的王子 四十歲以前 他把埃及一切的學問都學會了 所以是非常聰明 非常有才幹 但是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件殺人案 他為了一個 因為看到埃及人在欺負以色列人 他就一拳把他打死 結果這件事情被發現了 他就成了殺人犯 所以就逃到礦洋去 離開了埃及 就逃走了 他在米殿的礦裡 放羊 放了四十年 埃及王子 這麼有才幹 去放羊 放了四十年 到他八十歲的那一年 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 他在放羊放羊 結果在山上 看到有一棵荊棘樹 燒起來 但是呢 這個荊棘樹沒有被燒毀 火一直在燒 等荊棘樹完好入出 哇他很奇怪 就走到前面去 要看個究竟 聽到了一個聲音 上帝在荊棘火裡面 跟他講的第一句話 摩西摩西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是聖地 為什麼聖地 因為上帝在這裡 然後他們就展開了一段非常長的對話 這個對話的主要內容很簡單 上帝要摩西 拆派摩西 說你回埃及去 跟法老王說 容我的百姓去 離開埃及 只要講這一句話 容我的百姓去 摩西 怕得要命 為什麼 第一個 他是殺人犯 回去 吻死 第二個 他已經完全沒有鬥志 放陽 放了四十年 在礦業裡面 他已經沒有任何鬥志 沒有任何志氣 他不敢 所以 那麼長的一段對話裡面 他就會說 哎呀 我怎麼敢呢 我怎麼能呢 如果 如果他們 我的同胞們 這些以色列人 我去跟他們說這些事情 他們會笑我的 他們會說 到底是誰派你來的 你哪來的這個權利 跟我們講這些話 做這些事 他們不會相信我的 所以 上帝你叫什麼名字 所以這個很重要 上帝就告訴他他叫什麼名字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告訴他什麼名字 所以人類就知道他叫做耶和華 就是在那個對話裡面中的一段 然後他就說 不行不行 我口才不好 到最後上帝生氣了 上帝生氣了 他才勉強投入 去到了埃及 到埃及 上帝跟他說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告訴你 做什麼 說什麼 你就照樣的去做就好 所以呢 後面這一大段 就是 所謂的 十災 十樣大災呢 臨到了埃及 法老王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 上帝 跟摩西說 你去跟他說 如果再不放我的百姓去 我就要降這個災 然後 法老王說 我才不相信你有多厲害 然後這個災就降下來 降下來以後呢 哇不得了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就只好求饶 求饶以後呢 好 上帝就把災給取走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所以說實災 內容我就不講了 內容我就不講了 每一次都是 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並且非常的淒慘 好 到了最後一災 是最可怕的 因為在前面實災 沒有動到人的心裡 最後這一個晚上 最後這個晚上 上帝拆派 滅命的天使 到埃及 當天 把每一家的長子 全給攢 所以那一天晚上 不得了 不得了 包括 皇宮裡面 每一個 埃及的家庭裡面 大聲哀嚎啊 哭得死去活來 全程都是如此 因為沒有一家不死一個人 都是長子 都是長子 但就在那一天晚上 法老王讓以色列人 走 當以色列人走了以後 走遠了 上帝跟摩西講說 停停停 你走太快了 你回頭 往回走 並且 走到紅海邊上 在那邊扎營住下來 為什麼 等法老王來追你 為什麼 上帝也講 他說這樣子 法老王 才會認為你們在曠野沒了路 他就有機可乘 可以追了上你們 他就派兵來追你 然後 我要在他們身上得到榮耀 意思很簡單 要讓他窮盡覆盟 好 這一個故事到這裡 到這裡 下面 就是那個最偉大的一個神機出來了 紅海 分開 以色列人過了 等到埃及軍兵 進去的時候呢 嘩 又合起來 全軍火 好 那我來解釋一下 周恩王寫這個禮掛 他就是寫這一段歷史 第一個我們來看第一節 這個禮措然 禁之無救 什麼意思 這是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就有懂 聽集數啊 聽集數在哪裡 他不是說聖地嗎 叫他把鞋子脫下來嗎 對 這個禮 先禮其原的禮 嗯 斜子 錯 什麼意思 錯 是放智裡 錯智 不是錯智的 就是 放智的意思 啊 古文裡面 你看我們論語裡面 舉直 錯智 錯智 就是 把好人 放在 壞人的 上面 錯智 這名符 舉旺 錯智 那現在我們很生氣的 很多事情就發生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孔子講的 所以那個時候仍然是用這樣的意思 錯的意思 放智的意思 鋁 鞋子 放智在這裏 也就是把妳鞋子脫下來 好 敬之 為什麼 他是上帝 因為上帝在這裏 因為妳所佔的是聖地 敬畏之心 所以妳要存敬畏之心 對 無救 沒有錯 無救是不要犯錯 不要犯罪 叫無救 無者 叫 勿忘在局的無 一樣 勿忘在局 不要 不要 救 救 就是罪 無救 就是不要犯罪 不要 不可造次 這是上帝說的第一句話 這是第一個signature 第二個signature 它的背景是什麼 火 荊棘火 黃 是帝王的顏色 皇帝的顏色 最大的皇帝是誰 上帝 上帝 黃禮 上帝之話 黃禮 元吉 這才元吉啊 吉有小吉 有吉 有吉 有大吉 元吉最大 但是最高等的是叫元吉 因為元則首也 首 我們古人叫長子叫元子 所以No.1是第一的 所以第一集 上帝的同在就是第一集 黃禮元吉 所以背景也有了 金吉火也出來了 這一句話 就總結了上帝跟摩西 對話的那一場段話 上帝的心情在這裏完全表現 摩西啊摩西 你已經不是日生當中了 你已經是日若西山了 摩西有一篇詩歌 叫做人生 人人的一生不過七十歲 若是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 我覺得那是他在八十歲以前寫的 詩篇 他自己認為自己已經差不多了 過到後來活到一百二十歲 摩西啊摩西 你已經不是日人當中了 你如果還不好好的把握機會 接受我給你的挑戰 給你的使命 好好的振作起來 好好的來接受這份使命 那麼 你則大跌之皆 跌是 幾歲 八十 八十